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场举世瞩目的豪华婚礼正在举行 参加婚礼有一千三百多人 凭事先发出的请柬入场 请柬边有号码 并且盖有宋子文的丝章 以防他人混入 在门德尔松婚礼进行曲的演奏声中 新郎蒋介石牵着新娘宋美玲的手 缓缓出场 一千三百多位中外知名人士 在闪烁的美光灯中 见证了这场婚礼 婚礼当天 新娘宋美玲还接受了外国媒体的采访 一旁的蒋介石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位是曾经的留日军人 一位是从美国魏斯里女子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蒋介石和宋美玲的这场婚礼曾经一度被人们说成是完全的政治婚姻 为什么呢 这还得先从他们认识的那天说起 1922年12月初 宋子文在孙中山家中主持了一场基督晚会 在这场晚会上 当时已经35岁的蒋介石 第一次见到了25岁的宋美玲 宋美玲 娟秀的面貌 大方的谈吐 美国式的教养和气质 牢牢的吸引了蒋介石 不过两人在第一次见面之后 并没有过多的联系 直到1926年6月 在广州宋美玲的家里 蒋介石第二次见到宋美玲 用蒋介石的话说 他的才华荣德 都使我念念不忘 而再次见到蒋介石的宋美玲 似乎对这个应挺的男人 也颇要好感 两人当天就互换了电话号码 对于蒋介石之前的婚姻状况 宋美玲并非一无寸 1901年 14岁的蒋介石 与第一任妻子毛福梅 在浙江凤花老家结婚 宋美玲当然知道 蒋介石的感情生活中 不止毛是一个 当时她还有一个侧氏 姚野诚 以及第三任妻子陈杰如 原配夫人毛福梅 给蒋介石生了个儿子 蒋经国 不过 宋美玲对此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 按理来说 蒋介石是不应该有任何资格和奢求 去追求宋美玲的 可是在她的心里 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宋美玲的父亲 宋耀如是当时上海最早的买伴之一 宋美玲是宋耀如的小女儿 她自幼任性撒娇 喜欢发号施令 甚至被称为家里的小霸王 后来她和两个姐姐一样 被父亲宋耀如送到了美国卫斯里安学院读书 大姐宋美玲聪明能干 二姐宋庆龄沉稳文静 小妹宋美玲 当时的宋美玲由于年纪上小 不能参加年龄大一点的女学生的联谊会 但早熟爱拔劲 总想着领导别人的宋美玲 就和两个年纪相仿的女学生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他们的组织不但自有章程 自行召集会议 甚至一些教师也参与进来 宋美玲在学校里还创办了一份报纸 自己当编辑 宋美玲管理她的同学担任员工 自己常常以指气势 训斥别人 老师看到她向同学发号施令 就问她是否为自己的行为而羞耻 宋美玲却傲慢地把辫子一甩说 我就是喜欢这样 1917年宋美玲从美国为斯里安学院毕业 之后回到上海 她虽出入社会 但很快就成了上海的知名人士 许多学校纷纷邀请她去任教 但是宋美玲却没有接受任何骗用 因为她还有更大的野心 宋耀如热心传教和实业 同时也向往革命 在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中 宋耀如的捐助 曾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其重要的经费来源 宋耀如还让两个女儿先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其中宋兴灵日后更是与孙中山结为抗力 在蒋介石看来 宋美玲的家庭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非常有用 如果娶了美玲 自己就有可能顺理成章地借过总理的衣补 同时也将自己和江浙财阀们紧紧地拴在一起 蒋介石曾经毫不掩饰地向孙中山吐露过自己对宋美玲的爱慕之情 并希望孙中山能够从中牵线搭桥 但是当孙中山向宋庆龄提及此事时 宋庆龄立即坚决地回绝 宋庆龄认为 蒋介石不但有妻有妾还有情人 名声一直不是太好 他绝对不愿意让自己的妹妹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孙中山考虑到早年自己与宋庆龄结婚时 宋家父母就极力反对 如今就更不便再插手此事了 他们的结合是利益的交换还是情感使然 两人一起度过了十天 感情可谓是突飞猛进 宋美玲遭遇生死危机 如何化险为夷 就在1930年的一天 宋美玲遭遇了一次生死攸关的事件 宋美玲和张学良 两位跨世纪的名人究竟有何渊源 我是个渊源 我日本过的世纪我知道 西安事变发生 蒋介石被扣 宋美玲如何应对 张学良不找国民政府的要远谈判 而单单要找宋美玲来谈判 可见他除了宋美玲 谁都不相信 半个世纪的承诺终于兑现 张学良如何度过余生 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后 曾经有一句感慨 他说宋美玲活一天 我也能活一天 张福离世远离故土 晚年的宋美玲是否会感到孤独 他死后也并没有和蒋介石合葬 蒋介石与宋美玲正在揭秘 1926年 蒋介石通过各种政治手段 攫取了国民党的政务和军事大权 1926年6月4日 广东国民政府决定挥师北伐 同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7年2月 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帅领国民革命军攻克了杭州 最后准备攻打军阀孙船方盘踞的南京 1927年2月的一天 宋美玲接到了一份电报 电报是这么写的 上海美玲小姐方健 请做好准备 三月底接你到南京观光 专列迎候 蒋中正起 这是蒋介石发来的电报 可当时的情况是 南京是孙传芳的大本营 有三十万大军把守固若金汤 而此时的蒋介石却只有区区七万人马 强弱对比 显而易见 难道他要在一个月之内 把南京拿下 还是在和宋美玲开玩笑 您还别说 蒋介石还真没食言 1927年3月22号 蒋介石带着北伐军攻克了上海 两天之后的3月24号 就占领了南京 随后他真乘着军用专列 来接宋美玲了 1927年的5月 蒋介石和宋美玲在江苏镇江江山第一次正式约会 两人一起度过了十天 感情可谓是突飞猛进 到5月25号分别的时候 已经是非一不取 非君不嫁了 1927年6月 宋美玲给身在南京的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一个月后 宋美玲与蒋介石相约在上海乡下小餐馆聚餐 随后宋美玲收到了蒋介石发出的求婚信 1927年9月 40岁的蒋介石与30岁的宋美玲在上海私定终身 宋美玲的妈妈尼桂珍是一个地道的基督徒 她不能接受除了正常的婚姻关系外 还有其他的婚姻关系 强烈反对宋美玲与蒋介石交往 要求蒋介石必须先行与所有妻子和嗜切解除婚姻关系 并研读基督教教义 为了迎娶宋美玲 蒋介石对尼桂珍开出的这些条件一一遵从 1927年9月 蒋介石将一份早已修订好的蒋中正启示 交给上海申报 一连刊登了三天 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世多有来涵质疑者 因为极起蒙父 各此奉告如下 民国十年 袁佩茅氏与中正正式离婚 其他两世本无婚约 现在与中正脱离关系 宋美玲在这段简明额要的启示里 看到的是蒋介石果断的结束了三段感情 早在1927年8月 蒋介石回到老家西口 用一纸离婚书结束了与毛福梅长达26年的夫妻关系 小妾姚也成在这则启示公布之后便移居苏州 而当了七年蒋夫人的陈杰如则在蒋介石的要求下 离开上海 前去美国求学 一则启示彻底结束了蒋介石的三段感情 1927年12月1日 蒋介石和宋美玲这场被外界称为政治婚姻的婚礼 最终如期举行 蒋介石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留起了小胡子 严肃中带着一抹笑意 宋美玲则是身着白色的礼服 二人身旁的小花童是宋爱玲的两个子女 12岁的孔命仪和11岁的孔命侃 这场婚礼之后 新婚燕耳的蒋介石和宋美玲回到了山清水秀的凤化老家 宋美玲的出现被平静的村庄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村民们纷纷涌上街头 想看看这位喝洋墨水长大的新娘子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我们看到家口的夫人 惊人在大门口 心里一跳 看着一个从来没看得过的就没了 那随着大门口跟下下的一切是不一样 在凤化 按照地方的仪式 宋美玲朝拜了蒋世祠堂 在蒋家的列祖列宗面前 宋美玲的面容严肃 叩拜如意 结婚之初 宋美玲就感觉到 自己留养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 与蒋介石哥哥伯入 首当其冲的就是吃什么的问题 蒋介石是惯于吃中菜的 宋美玲却爱吃西餐 没办法 两人只好在吃饭时各吃各的 可这哪是过日子 宋美玲有时就会与蒋介石为吃什么而吵架 不过吵归吵 宋美玲渐渐的也会随着蒋介石的爱好 同吃中菜 这样小小的争吵 并没有影响宋美玲与蒋介石的相处 蒋介石也会跟着宋美玲的夕阳范 亲密的称对方为Darling 宋美玲遭遇生死危机 如何化险为夷 就在1930年的一天 宋美玲遭遇了一次生死攸关的事件 宋美玲和张学良 两位跨世纪的名人究竟有何渊源 蒋介石和宋美玲结婚之后 宋美玲一次次的催促蒋介石赶紧接受洗礼 信奉基督教 可是之前答应过宋母的蒋介石 他迟迟不肯接受洗礼 这让宋美玲很头疼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 蒋介石被冯玉祥的军队四面包围 困于开封附近 蒋介石手足无措 祈求上帝解救他于水火之中 并声称 如果这一次能够得救 回去之后就接受洗礼 正式信奉基督教 就在此时 开封一带突降大雪 冯义祥的军队无法靠近 胡宗南的援军又赶到了 给蒋介石解了围 这本来是一个自然界的巧合 但是蒋介石却认为天意如此 所以他回去之后接受了洗礼 然而上帝似乎并没有保佑他们的平安 就在1930年的一天 宋美龄遭遇了一次生死攸关的事件 1930年的一天 蒋介石出门去办一间紧急公屋 回到家才发现妻子宋美龄不见了 据佣人回忆 上午家里来了一辆豪华轿车 说是大姐宋美龄派来接宋美龄的 蒋介石立即给宋美龄打了电话 结果却没有此事 蒋介石顿时光了 他给宋子文打电话 立即查找宋美龄的下落 宋子文很快得知 宋美龄被当时的上海黑帮老大杜月笙接走 此时的宋美龄正被杜月笙以打牌为名 扣留在杜家 杜月笙 上海青帮的老大 蒋介石曾经受过他的照顾 并一直交给他保护费 宋美龄认为 蒋介石交给杜月笙保护费这件事情 有失体面 所以就让他不要再叫 杜月笙认为 蒋介石有失江湖疫情 所以就扣押了宋美龄 以时成见 经过宋子文的从中周旋 宋美龄终于被送回了家 1936年 已经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 一直虎视眈眈 准备南下全面侵华 对此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 这让一直渴望率部打回东北老家的张学良十分的心动 但是蒋介石却坚持 让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一心搅供 而对日本处处退让 为了使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回心转意 张学良在多次苦心劝敬无火的情况下 于1936年12月12日 联合当时的西北军第17路军总指挥 杨虎城扣留了正在西安工作的蒋介石 史称西安事变 而事后 张学良大方的亲自护送蒋介石一行反抵南京 然而正是这一次护送 让张学良的去不复返 从此遭到了长达几十年的软禁 失去了自由 问题就出在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这个举动上 以当时国民政府的视角来看 张学良以下犯上 做出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在他的地盘没有人敢动 可是他出了自己的地盘 谁又能保证呢 难不成是少帅脑子一热犯了糊涂 我这个人是这样 我是个决人 我这个做的是由我这个负责 也负责 扎我头我也负责 那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抢别 我不责 我也不责 我真是不责 您刚才听到的是张学良恢复自由身之后 接受采访时留下的一段话 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 他虽然当时年事已高 但是思维非常的清晰 他之所以会只身犯险去南京 除了采访当中说到的敢做敢当之外 再有就是有人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玲 其实 和宋美玲的关系可不一般 这两个人称得上是老相识了 1925年6月14日晚 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的一场 招待宴会上 当时24岁的张学良 第一次见到了28岁的宋美玲 在张学良的日记当中 他只用了四个字来形容这位宋家小姐 美若天仙 当晚一番功仇交错之后 张学良和宋美玲攀谈了起来 两个人用中英文夹杂的语言相谈甚欢 后来他们又曾见过几面 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28年6月4号 凌晨5点30分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 在乘火车经过金凤南满铁路交叉处的三孔桥时 被日本关东军玉埋炸药 炸成肿伤 送回沈阳后不治身亡 史称黄孤屯事件 日本关东军企图以此恐吓张学良 要张学良与日本人合作 为了对抗关东军的阴谋 继任奉天省主席的张学良 决定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史称东北义治 张学良投奔国民政府后 很快就跃居为中华民国的二号人物 同时他与蒋介石掰了把子 宋美玲也就成为了张学良的嫂夫人 后来宋美玲结识了张学良的夫人余奉志 并结为姐妹 张蒋两家的关系是越走越近 西安事别发生 蒋介石被扣 宋美玲如何应对 张学良不找国民政府的要远谈判 而单单要找宋美玲来谈判 可见他除了宋美玲 谁都不相信 宋美玲在美国多次成功演讲 蒋介石在幕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无限风光的背后 宋美玲的哪些细节让人产生疑虑 这个动作 着实把罗斯福夫人吓了一大跳 蒋介石已然去世 张学良却为何还未重获自由 对于张学良来说 压在他身上最大的一座大山倒掉了 五十几年的坚持 宋美玲对张学良的承诺究竟能否兑现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结婚睡 蒋介石与宋美玲正在揭秘 宋美玲在他所著的 《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 这本书里记下了这样一段 张学良自称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很单纯 无意伤害蒋介石 甚至只要蒋介石能够答应他的请求 自己愿意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领罪 但是被扣押的蒋介石很生气 拒绝和张学良平心尽气的交谈 于是张学良便希望宋美玲能够来西安谈判 这段话里透露了两点重要的信息 其一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没有解决以前 就有意送蒋介石回南京 赋经请罪 其二就是张学良点名要宋美玲来西安谈判 宋美玲当时虽然是蒋介石的夫人 可是手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权力 张学良不找国民政府的要员谈判 而单单要找宋美玲来谈判 可见她除了宋美玲 谁都不相信 听到丈夫生死不明的消息 宋美玲晕倒了 当她苏醒之后并没有慌张 也没有哭闹 宋美玲当即协同孔祥西 连夜乘车返回南京 一到南京 宋美玲看到的是一片混乱 蒋介石已经去世的谣言满天飞 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的气氛 也十分的紧张 以和应亲为首的军委会 已经开始部署 计划派遣飞机对西安进行轰炸 企图借机扩大事态 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利 在另一边的行政院内 以孔祥西为首的官员 则强调和平营救蒋介石 宋美玲非常急切地想要去到西安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此时宋美玲想到了一个人 端娜 端娜是澳大利亚人 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 张学良和蒋介石夫妇的私人顾问 1936年12月13日中午 端娜作为信使秘密飞往洛阳 随后紧急赶赴西安 与端娜一同来到西安的 还有两封宋美玲的亲笔信 一封是宋美玲写给张学良的 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大举 从公司两方面考虑处理与蒋介石的关系 另一封则是写给蒋介石的 信中写道 夫君爱见 昨日闻西安之变 焦急万分 凶所处近况 真相若何 忘记事之 以为交私 诺款 七 美玲 对于如何处理蒋介石被扣押的事 南京国民政府的高层们依旧争论不休 最终按照何应青的意见 调派大批的飞机在洛阳机场集结 准备轰炸西安 从1936年12月16日开始 西安附近的魏南铜关一带 遭遇密集的轰炸 一时间战云密布 形势急趋紧张 1936年12月22日 宋美玲携兄长宋子文飞抵西安 张学良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一行人上了汽车 很快就来到了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 随后 宋美玲来到高贵兹宾馆 蒋介石见到夫人冒死前来 感动得泪流满面 之前的抵触情绪也慢慢的有所消退 宋美玲一再劝解蒋介石 并和他详细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 蒋介石答应 让宋美玲和宋子文兄妹 代表自己与张学良杨虎成进行谈判 在张学良和杨虎成两位将军的邀请下 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 博谷叶剑英组成代表团 赶赴西安 12月17日到达西安进行和平谈判 周恩来前去会见蒋介石 小以民族大义 敦促其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张学良本身就不想为难蒋介石 只希望蒋介石给他一个立即抗日的承诺 不要钱 不要权 而要的是牺牲 一直到了这一年的圣诞节 蒋介石终于松口 同意了张学良的要求 而张学良则同意放人 宋美玲自然是再高兴不过了 宋美玲当即就向张学良保证 你送蒋介石回南京 我以仍可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正是宋美玲的这句承诺 让张学良把心放到了肚子里 依然决定 送蒋介石回南京 但张学良一到南京 就得到了军事法庭 十年军事管束的判决 从此 就开始了他漫长的 幽进岁月 宋美玲在美国多次成功演讲 蒋介石在幕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We have been fighting for the upholding of pledges and principles 无限风光的背后 宋美玲的哪些细节让人产生疑虑 这个动作 着使把罗斯福夫人吓了一大跳 蒋介石已然趋势 张学良却为何还未承获自由 对于张学良来说 压在他身上最大的一座大山倒掉 五十几年的坚持 宋美玲对张学良的承诺究竟能否对信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余生 半个世纪的承诺终于对信 张学良如何度过余生 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后 曾经有一句感慨 他说宋美玲活一天 我也能活一天 蒋介石与宋美玲正在揭秘 从整个事件所造成的后果来看 蒋介石必须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 这时候 他必须得给张学良一个教训 不过 自己的夫人刚刚在外面许下了承诺 如果现在动手杀人 实在不是明智之觉 如此 软禁就成为了眼下最实用的办法 所以 蒋介石一回南京便行踪成迷 只有他的心腹秘书陈布雷跟在他的身边 为他草拟处置张学良的方案 蒋介石深知 此次处理张学良一定会遭夫人的反对 所以干脆和宋美玲玩起了躲猫猫 宋美玲对丈夫这种出尔反尔十分的不满 一时间她也无可奈何 加在老公与故人之间左右为难 而此时的张学良没有自由 不能抗日 他的劫发妻子于凤智 也患上了乳腺埃骨 得知这一消息 张学良非常的难过 昔日挥斥方球的少帅如今是虎落平阳 这无疑是他最艰难的时刻 现在他还能指望谁来帮忙呢 想来想去 他发现自己只有一个能够求助的对象 那就是宋美玲 宋美玲接到张学良的求助 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就答应了 在宋美玲的安排下 余峰之很快就得以离开幽禁地 前往美国治疗 除了在心里痛恨蒋介石出尔反尔不守信用 张学良也意识到 自己魂牵梦绕的东北故土 或许再也回不去了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 东北整整十四年的抗日 却没有张学良的身影 这简直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而在此期间 1941年 日军偷袭珍珠港 美国震怒之下 对日圈战 1942年 中国的抗日战争 也进入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 中国需要美国人力物力的支持 美国也急需中国在亚洲战线上予以配合 双方都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 进行高层次的回答 宋美龄在美国多次成功演讲 蒋介石在幕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无限风光的背后 宋美龄的哪些细节 让人产生疑虑 这个动作着实把罗斯福夫人吓了一大跳 蒋介石已然去世 张学良却为何还未重获自由 对于张学良来说 压在他身上最大的一座大山倒掉了 五十几年的坚持 宋美龄对张学良的承诺究竟能否兑现 我自己 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一世 半个世纪的承诺 终于兑现 张学良如何度过余生 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后 曾经有一句感慨 他说 宋美龄活一天 我也能活一天 丈夫离世远离故土 晚年的宋美龄是否会感到孤独 他死后也并没有和蒋介石合葬 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在揭秘 抗日战争时期 宋美龄成为了蒋介石的左膀右臂 面对日军 他想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那是曾经给他梦想 休养学识的地方 这个时候 他要去美国寻求援助 宋美龄抵达美国华盛顿之后 他没有立刻和当地政府人员接触 而是住进了医院 声称自己途中染病 需要治疗观察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宋美龄是要观察当地政府的动静 过了两个月 他觉得罗斯福这些人确实很有诚意 需要和中国人对话 所以他声称自己的病已经痊愈 转入白宫做客 罗斯福还亲自去车站接待了他 是以最高领域 这一次 宋美龄带着东方的面孔 东方的身影 站在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中心 我可以也能确认你 那中国是愉快和准备 和你和其他人 来立刻一种正确的建筑 为一种正确的社会和秩序的社会 这会让它不可能 任何价格或伴侧的伴侣 去吞吞成未来的新世代 进了另一颗的血 1943年2月18日 宋美龄登上了美国国会的演讲台 这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女性登上这个演讲台 就在宋美龄集中精力准备国会演讲期间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对夫人的国会演讲非常关心 连续多次致电宋美龄 对她的国会演讲应注意之处 做出指示 在白宫生活的十几天里 宋美龄的生活主要是由罗斯福夫人安排的 而宋美龄的生活奢侈 让罗斯福夫妇看了也瞠目结舌 称之为白宫的灾难 她在白宫居住时每天换四五次丝绸床单 她的各种穿戴也格外的奢华 经常是连鞋上都镶嵌着珍珠 她一面到处宣扬中国抗日的艰难 一面却每天换一件昂贵的旗袍 数量之多让罗斯福夫人看了都感到惊讶 据曾经给蒋介石夫妇担当生活助理的翁元回忆 宋美龄的旗袍都是私人定制的 她的私人采访 三百六十五天那是没有一天休息的时候 由此可见 宋美龄对服饰的要求相当高 当时美国正在闹公潮 罗斯福夫人问宋美龄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你们中国 该怎么办 宋美龄什么都没说 举起手来在脖子上画了一下 意思就是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 就要被砍头 这个动动 着实把罗斯福夫人吓了一大跳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的浴血奋战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但是就在全国人民盼望和平的时候 蒋介石却发动了全面内战 此时 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使得他的政府贪污成风 腐败成疾 最终彻底丧失了民心 蒋介石的统治很快陷入了全面危机 彻底崩溃 以不可避免 这期间 宋美龄为了挽救蒋介石的统治 再度赴美 为岌岌可危的国民党政府寻求援助 但是这一次 美国的新任总统杜鲁门 态度却十分的冷淡 杜鲁门对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 曾挖苦说 他到美国来 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 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 让他住在白宫 宋美龄失去了往日的魅力 蒋介石失去了最后的一线希望 1949年12月10日 蒋介石写蒋亲国成绩直抵台湾 至此 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土崩瓦解 彻底失败 1950年 在华盛顿的宋美龄也怅然离开 已经知道无力挽回的他在一片迷雾中起飞了 但这一次 他飞机的目的地不再是熟悉的上海或南京 而是他从未去过的台湾台北 尽管台北报纸上仍然发表数篇报道欢迎他的抵达 但是跟当年美国国会演讲再与归来重庆人民热烈迎接的盛况相比 此情此景 难免稀稀惨惨稀奇 特别是在台北官邸等待他的 只有蒋介石一个人 而在台湾井上温泉 张学良和赵一迪依然过着幽静的生活 可是今日不同往日 他们必须尽快的适应新的生活 离开了一来伸手放来张口的奉天大帅府 张学良和赵一迪第一次体会了田间地头的辛苦 没有了三十万大军追随的少帅 做起了积压司令 现在张学良每天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天下大事 而是咱家老母鸡下蛋没有 这种从天上到地下的巨大落差 实在是不好受 宋美玲给张学良送来了一台收音机 这台今天随处可见的小家店 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 宋美玲大概是想用收音机 让张学良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 结解闷 但照片上的张学良 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喜悦的表情 相反 他一脸的沉重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屋里的张学良却很无奈 他这只隆重之鸟 只能靠想象来描摹外面的世界 自由 离他究竟还有多远 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 去世了 在蒋介石的葬礼上 宋美玲戴着墨镜 脸色显得苍白疲倦 在盖棺的一刹那 他忍不住 失声痛苦 蒋介石已然去世 张学良却为何还未承获自由 对于张学良来说 压在他身上最大的一座大山 倒掉了 五十几年 五十几年的坚持 宋美玲对张学良的承诺究竟能否兑现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 半个世纪的承诺终于兑现 张学良如何度过余生 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后 曾经有一句感慨 他说 宋美玲活一天 我也能活一天 丈夫离世远离故土 晚年的宋美玲是否会感到孤独 他死后也并没有和蒋介石合纳 蒋介石与宋美玲正在揭秘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 宋美玲一直处于悲痛中 难以接受丈夫的死 他说 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旅行 在蒋介石的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的那一天 宋美玲把张学良也带到了蒋介石的灵鹫前 让张学良看了看这位既是兄弟 又是对手的故人最后一眼 这也是他们三个人 自西安事变39年之后的再次见面 对于张学良来说 压在他身上最大的一座大山倒掉了 对于宋美玲来说 他最亲近的人离世了 现在这三个人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次相聚 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 是不是就可以就此放下来 对于张学良来说 蒋介石的离世意味着一座大山的倒下 他似乎也应该重获自由 但是他这位曾经的败靶子大哥 却出人意料地使出了杀手锦 在临终时 他嘱咐儿子蒋介石 有关张学良的事情 秀一句话 死龙中虎不可放眼 而就在蒋介石 子城副业仅五个月之后 宋美玲也因为同蒋介石 政见不合 出走台湾远赴美国 苏美玲的出走对于张学良来说 可谓是一个不小的震动 直到十三年后 蒋经国也离世 张学良通往自由之路的最后一个障碍 终于解除了 1990年6月1日 台北元山大饭店内 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 这场活动的主角 就是90岁高龄的张学良 我这是虚度 我这是虚度的90 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见数 我自己感觉是真是万分的惭愧 张学良何德 能够蒙着一些诸位亲友这样 要给我做受 我怎么能做受 我有什么受 这是自己惭愧无分 无敌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 我还能活到90岁 这是张学良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 54年来首次对公共媒体现场发声 同时也宣告着张学良终于自由了 半个世纪的承诺终于兑现 张学良如何度过余生 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后 曾经有一句感慨 他说 宋美龄活一天 我也能活一天 丈夫离世 丈夫离世远离故土 晚年的宋美龄是否会感到孤独 他死后也并没有和蒋介石合葬 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在揭秘 1991年8月的一天 台北市邻凯歌教堂周末礼拜会 8月份是台北最炎热的季节 但是外面如火的交扬 并没有影响到两位冒蝶老人 在教堂里面享受那份重逢的喜悦 就是在这儿 宋美龄第一次见到了 彻底恢复自由后的张学良 然而这 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张学良在获得自由之后 曾经有一句感慨 他说 宋美龄活一天 我也能活一天 1991年9月21日 94岁的宋美龄再度离开台湾 去美国长期休养 一生风光的宋美龄 过着平淡和凄凉的暮年生活 1997年3月20日 宋美龄在期待和祈祷中 迎来了她的百岁诞辰 在这场寿宴上 宋美龄没有以往那样 只是简单的说 我没啥可说的 活酒一杯 千言尽在酒中 望亲人吃好喝好 心欢体盘 此时的宋美龄 不再是宋氏家族 那个最摩登美丽的三小姐 也不再是当年 那个叱咤风云的蒋姑娘 她只是一位 历尽沧桑后的老人 寿宴过后 宋美龄向身边的人问道 为什么上帝 让我活这么久 1997年9月22日 宋美龄刚刚度过百年华旦 她喜爱的儿子蒋伟国 由于肺炎感染败血症病时 她非常悲痛 也深感蒋家后继无人 她不仅失去了亲人 也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白发人送黑发人 是宋美龄心中的痴痛 一生百般傲气 争权夺利 如今纷争落幕 年老孤独的心情 难以与人倾诉 2003年10月 宋美龄在美国去世了 享年106岁 她死后 并没有和蒋介石合葬 这其中的缘由 我们无从知晓 这位横跨三个世纪的风云人物 青年时期在美国快乐的成长 中年时期在中国经历风雨 晚年在美国孤独的生活 就让那里的鲜花脆白 陪伴着她吧 最耀眼的姐妹话 他们曾经感情深厚 亲密无间 却最终形同陌路 隔海相望 聚聚散散中 他们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 坚持自己的选择 分分合合后 他们又将如何面对 血浓雨水的亲情 G2015 带您一起回味 宋氏三姐妹的情与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